今天我们来到柳大哥家 柳大哥非常好客 每次都给我们做好吃的 他又抹风趣 一生充满了传奇故事 有一次他跟我们分享一个炒饭的故事 那个炒饭曾经改变了他的生命 我今天突然想起来 就请柳大哥教我们做一个 简单好吃又健康的五谷米鸡蛋炒饭 看看你今天的收获 哇 好多好多好多 黄瓜 柳菜都齐了吗 你看一下 我看看啊 芹菜 这个大葱 白菜 这个红根的那个 那个意大利菜 还有我们的四季豆 辣椒 黄瓜 西红柿 我齐了 这么多啊 齐了就行了 反正我们家 有什么拿什么是不是 这么多啊 比如说不想不懒 不想做饭 就炒个炒饭 简单嘛 到院上看看有什么菜就行了 那你 每天的菜都不一样 你的饭呢 哎呦 对 饭都做好了 哦 饭在这边 这个吗 是 哦 这 五谷米 这叫五谷米 好几种 哦 有意大利那个常米特长那个 哦 全部是 柳大哥说 先把各样的青菜食材切成小丁 那大哥你那个菜都是药梗 对 药梗吃起来比较脆口 你知道吗 那那个叶你拿来干嘛 叶你们做熬汤也可以做什么都行啊 哦 鸡蛋打散 加入一丢丢盐 两位互相配合的非常有默契 看来他们是经常在一起 举饭宅了 你天天都做饭吗 自己 做饭 我 我 闲得没事退休了嘛 你不做饭 我也喜欢做饭了 以前开饭店嘛 而且我也觉得我自己做的饭很好吃 还是挺利索的 对 你看看他走路 蹬蹬蹬就跑到后面去了 哎呦 感谢神啊 不是 神怜悯我 今天我也不会在这儿了 柳大哥又开始讲他的故事了 如果您讲听他那些不寻常的故事 在下面的描述 有采访他的一些视频连接 食材当中 菜梗切丁炒饭 叶子留着做一个沙拉 三个小辣椒 不喜欢辣的 可以把里面的籽去掉 黄瓜和西红柿 里面的瓜囊去掉 炒饭的时候就不会有过多的水分 很快食材就准备好了 可以开煮了 两勺椰子油 热锅热油 鸡蛋浆进去 把鸡蛋炒熟之后 揉成小块 盛起来备用 锅中再放一点点油 配菜陆续地放进去翻炒 因为这些青菜平时都可以生吃 就不需要炒得太熟了 翻炒几下 米饭进去 再翻炒几下 放两勺盐 一勺胡椒粉 最后把西红柿丁和鸡蛋放进去 这个时候饭基本上就熟了 哇 你看看这个颜色 太有食欲了吧 刚刚炒出来的五谷米鸡蛋炒饭 香喷喷的 五谷米吃起来Q弹 加上这么多新鲜的青菜 超级健康营养 一点都不油腻 你也来炒一个 试一下